引申在山裡面的建築作品叫做 原始感覺研究室 獲得了今年的ADA新銳建築師特別獎 研究室以農用的黑砂網為主要建材 營造出自然原始的感覺 建築師說 這個建築的尺寸都依照當地的山壁地形 甚至是樹的高度來建造 因為他們認為建築應該跟自然環境共處 這個隱身在都市山林之中 看起來像是黑色大蚊帳 它叫做少少原始感覺研究室 曾經獲得ADA新銳建築特別獎 我們一般都市在設計門 都會有一個門公尺指示 然後就是要高大 但是其實家或者是一個空間 是一個遮蔽的構造 然後就是一個很隱密的 然後很謙卑地去鑽進去裡面的感覺這樣子 對 所以就很小 所以走路要小心 設計師曾志偉帶我們彎身走進室內 以敬畏的心情來體驗大自然 他甚至曾考慮不擺設任何家具 用蠟燭取代電燈 其實一開始原本想說都不要有燈這樣子 看會不會太極限了一點 連自己都看不到 所以還是加了一點點補助的燈在裡面 但是夏天這邊陽光很強的時候 都不需要再有燈光的事情 晚上的話就會有需要或者是蠟燭 整個空間設計簡單寬敞 八根鐵管子凹成四分之一的圓形 沒有任何鋼筋水泥 甚至還使用特殊建材 農用的黑砂網 造型輕盈 彷彿像是藏在叢林裡的大溫室 毫無違和感 我們是用兩層黑色網子中間加了一個薄膜 就是正常的農用的那種薄膜 所以也是像一個溫室一樣 所以它不會透水 但是在下半段的時候 我們大概沒有用薄膜 所以空氣是可以流透的 它是我們的屋頂 它是我們的屋頂材 它是我們的瓦片 所以樹葉當瓦片就看到很多種類的樹葉 但是颱風來它就全部吹掉了 曾志偉強調一切回歸大自然 建築物的高度 寬度 長度 都是依據現場地形搭建 沒有具體的建築工程圖 施工期間還需要跟動物商量一下 因為我們都知道 那個森林裡面看起來很祥和 可是它是一個殺戮場 就是你去動到它 然後你就有跳蚤 有蟑螂 蟻蛇 等等 有鳥類 然後施工的師傅就會被釘 我們是被釘得滿頭爆 所以你會覺得我們去擾動安靜的時候 它就會來攻擊你的 然後到那邊就是山壁的事情 所以房子也只能到山壁 然後上面有很多樹枝跑過來 所以頂部最高也是到現在 所以它有一個限制站 那這邊就一個山丘融起來了 所以你再不能靠近那邊 這就停了 因應森林 樹木還有山壁之間 近二十公尺的距離 這個大蚊杖與森林和平共處 曾志偉說這裡或許沒有太大的營利空間 會在假日舉辦花藝 瑜伽等藝文活動 能讓人短暫隔絕文明就已經很足夠 比如說一把椅子是非常冰冷 你坐下去你感覺脊椎正涼這樣 那因為我們在都市生活久 就會被很多文明的那個包袱越來越緊 然後對於很多細節 很多空間 很多方便性 就會非常挑剔 比如說漏水好了 比如說風會進來好了 所以這邊沒有 細密窗或雨明窗或等等的事情 那這件事情讓風進來也是可以的 讓一點點水氣進來也是沒問題的 如果說每棟建築物都具有功能性 那這裡就是讓都市人平衡緊張不掉的 世外桃園